除了我们说的这些 其实人最重要的就是身体自我疗愈 这个我也求拜过曾经 然后这一套咱们专门会讲 这些都是免费的 对人体都是最好的 每个人做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 那些动作 那些气给你引导 它是最适合自己 所以说什么比一高 还有比一还高的吗 有 那玄学武术里面讲山一形象 又叫仙 仙一 那个仙 就是通那个屋的那些方面 所以我们不能局限于说人 我们能看见什么 我们普通人能怎么样 能理解什么 有些东西 它道理可以理解 但是这种现象 我们是足够不透的 即便你是干的一行 你也是对人家的这个界空间 了解的这个星星点点 每一界每一个都有它的管理制度 都有它的法则 一 它是调节这个 就是说这个 以天应人这个规律 包括人体这些 它调节你 这个气韵能量组合 我们用现在科学的话讲 那山呢 一个是它自我调节 二一个就是它 这个可以创造东西 再造乾坤 这个比较厉害 所以说你要到一定境界 你可以去参悟 你可以去体悟 你可以去学 但是那些所谓这些高的人 他们的心是怎么样的 你一定要把我好 有些人他就是为了 我会这些之后 对吧 我显示自己这还算好 有的拿这个片财片色 那就麻烦了 所以说你要 你要这个人情世故 包括这个什么 都要学 你要 你要感觉 虽然你不懂 但是你感觉这个 对不对 要信到什么程度 要掂量自己的实际情况 有多少钱 对吧 真正的高人有缘的 他跟你是免费的 真是说你没土 所以这 这个 这些东西 我经历的也有一些了 我身边有这个专门 这一行业的人也有 这一来 就是他就不是他自己了 这是 我们讲层次比较低的 但是人家 那比人要高多少层 而真正的那个 那他跟普通人一样 你根本看不出来 人家能起死回生 能改变命运 所以说 那些有形的 无形的 什么 画 画符水 这个 隔空取物 这些东西 那都是 那些神动 对人家来说 你比如说牵脸 说话 那他就是一个干专业技术 他就负责这一指 别人就不会吗 很多人也会 那不是人了 他就是专丝其职 还有很多顺级的事 这个平台呢 很多不能讲 尽量 想办法 每次审核 不容易 这个反来反去 一定记得 人是主体 所有的医药 医生 技术 都是辅助的 病人自己的感受 真实的 那个才是最重要 医生猜 病人福 病人也不要 什么都听外面 病人 病人